今天情人节不少情人去牛排馆来吃饭庆祝 那么台北有一家开幕不到两个月 牛排馆老板很特别 他曾经当过五年的立委助理 做过六年半议员服务处的主任 政界资历丰富 那么现在呢转行卖牛排 他说他是用钻研法案的精神来研究牛排 情节别嫩的牛排一上桌 香味立刻扑鼻而来 游亮游亮的外观 让人看了好想咬一口 放上三块牛排 这家牛排馆开不到两个月 最夯的莫属这根美国的乐业牛排 不是首席的将六澳子牛排 沾上特制的油放上烤盘 烤个五分钟拿出来回温15分钟 再烤五分钟就可以出炉 不用淋上过多的酱汁 只要加上些许盐巴就够味 这家牛排馆主任翁身份相当特别 之前可是当了五年的立院国会主理 当助理已经当了一段时间了 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就是外面在跑方面比较跑不动 体力没有办法 所以说当然是要转换一下跑道 翟老板正经经验丰富 除了担任过立委助理之外 也在议员服务处担任过六年半的主任 把钻研法案的精神 转站餐饮卖牛排 也运用政界结交的人脉 吸引许多大老板存在涂潮 华案会比较很多样式 但是牛排只针对吃的方面 去专研研究比较 就是要收集很多相关的资料 跟华案来比 当然吃的会比较单纯一点 它的五分钟是刚好四度的暖韧 不会有带血水 我觉得这个口感整个整体来讲 是我吃过最好的牛排之一 吃起来口感很嫩 那因为它是属于私事的熟成牛排 所以吃起来它不会感觉到很深 另一位助理转行卖牛排话题十足 老板说虽然中年转行有风险 但是运用先前工作的专业 也让他在餐饮界也闯出了名号 记者陈金雄 许中颖 台湾总的